今夜吃到飽 一個人898元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日式料理 生育片啊 壽司啊 還有牛排 烤物 炸物 甜點 飲料 足現吃到飽 好像很厚耶 吃起來只有爽而已 大家都說一定要來這邊吃雜蝦 非常好吃 它雜蝦超貴 它櫛瓜汁超多耶 第一次吃到師傅現場 開碗魚 然後現場切好厲害的日式料理餐廳 會有的炒烏龍水準 終於炒飯也炒得好沒有水準耶 哈囉大家好 我是那女神Ki 歡迎收看KiKi的今天吃回本 之前呢 我們吃過拿工米的日式料理吃到飽 就很多觀眾跟我說 那你既然吃了 今夜的頂級拿工米吃到飽 那你一定要吃 新夜吃到飽 才能知道兩邊的差別在哪裡 所以今天呢 我就特地訂了 新夜吃到飽要來試吃看 一個人898元 你可以有各式各樣的日式料理 生魚片啊 壽司啊 還有牛排 烤物 炸物 甜點 飲料等 無限吃到飽 這裡的限制時間呢 是兩個半小時 我覺得時間上算是蠻充裕的 那大家也跟著我一起期待一下 今天究竟會吃到什麼好吃的料理吧 那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我的下面在 小鈴鐺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訂閱一下 好了嗎 那我們就出發囉 出發囉 超級期待 連早餐都沒吃就來吃了 走吧 真的 從下面那一排 都 保護給你 我們在這裡 好的 現在進來啦 我覺得他跟我們之前吃過那個Nakomi比起來 他的餐區有稍微少一些些 你大概走三分鐘左右就可以走完 他這裡的價格跟Nakomi比起來比較親民一些 家族費大概1000元 餅級食材的部分就比較少一些 但是各類型藥油的都有 首先第一輪呢 我就先拿了我想吃的 現切牛肉 他剛剛在切的時候 有客人原本就想要厚一些 師傅就建議說切薄一些 他口感會比較軟嫩 還有生魚片 生魚片呢他也是現切的 第一整排都是 先選了鮭魚跟鮪魚 好像很厚耶 再來呢 是大家都說一定要來這邊吃炸蝦 非常好吃 我那時候在夾的時候 檯面上大概剩個六七個而已 他原本是滿滿一盤的 另外呢 他烤物非常非常的多 手魚鮮 烤櫛 牛肉 烤海老蝦 他也是很多人拿 這個是牛肉片 這個呢是我剛剛在他特有的沙拉區裡面拿的 那他沙拉區呢 其實我覺得蠻特別 他有點像是甜點櫃一樣 就有很多很多盤 大概七八盤 然後各式各樣的沙拉 這個是鮪魚飯 他還有現點的飲料區 我拿了黑豆茶 那他有冷飲跟熱飲 會有一些冰沙 然後拿水等等的可以選 那我會點黑豆茶 因為我想說 看能不能消個水腫 他是做無糖的 你一入座之後 桌上就會有茶杯 他會幫你裝熱茶 我先來吃 現切牛肉 看能有超juicy的 雖然說他說沒有切得很厚 但我覺得他厚度 跟一般的現切牛肉比起來 稍微厚的區別 那我是偏有攪勁的 但是呢 吃起來不敢 我覺得他的牛肉香氣 非常的濃郁 他不是本身調味這種的那種 總是你越嚼會越香 他長第一輪拿了什麼呢 一塊炸雞 劍翅肉冷製 下野菜 沙郎冷製 他這個是雞胸肉冷製 冷 三杯冷製 三鴨肉 然後再來是攝影片 其餘石橋 花籽 其餘石橋 其餘石橋是他們的 今日漁獲 今日提供的攝影片 特別的 石橋的話不是每天都有 對不是每天都有 他是海老天賦 是吧怎麼看都不是啊 吃這段就知道了 他的名字很貝 在這邊上班店員第一天被菜單的時候 蠻辛苦的 剛剛在炸三杯 有蒸汁了 然後不會太油 因為在我天洞 有七八分 你看這個雞胸肉 每一塊都千滿大塊的 這就有還好 沒有那麼重 那就有片天下 炸雞 喔還是酥脆的 後期拿過來有陣子 怎麼好吃 吃喬 它有一部分是很有嚼勁的 大部分放進去 好像是軟綿的 好像有點在吃豆腐 這個很好吃耶 那味道像什麼 它有自己獨特的一個香味 它不像任何魚 它只有一個梅子的香味 不知道是什麼 下椰菜沙朗冷酯 喔所以它是沙朗肉耶 哇這個一口味道真的很 是嫩的耶 很好咬 超級好的 一秒回日本的 很好吃 那我來吃吃看這個 牛肉片 喔這個是做冷盤的 我發現這裡的調味啊 有些真的是 比辣公民的調味在重些 那我基本上是偏重口味 所以我是喜歡的 再來是這個牛肉捲 它裡面是包蒟蒻耶 QQ的 它外層是那種蜜汁串燒的調味 甜甜鹹鹹的 然後中間包蒟蒻 我覺得是咬下去你會覺得很驚喜的口感 搭 雞推一定要來吃的炸蝦 它的炸蝦超脆 吃起來是不油膩的那種 脆到外層咬起來像厚脆羊肉片的那種感覺 它中間包著海老蝦 再來是烤結瓜 它的結瓜汁超多耶 烤結瓜好吃 還有手與鮮 烤雞翅老大 這個也是很多人的 這個烤得很入味 再來吃吃看這個半熟蛋 好酷喔 這個半熟蛋啊 它是在你嘴巴裡面會直接爆裂的那種蛋香味 然後再加上一點醬油的鹹香 不是很順口耶 也沒有任何的腥味 好吃 阿翔很迅速的十分鐘之內就吃完了第一輪 又拿了第二輪 我拿了小心看 第一輪的炸雞 然後炸蝦 這是比你的大圍 很大 這看起來超不像炸蝦 這是巨蝦的感覺 巨蝦 然後魚豆腐 然後炸的地瓜 烤青魚 烤青魚很多人拿 然後夏日特調藍柑橘可耳鼻子 哇 它看起來超像那個小時候喝的蛋豬汽水會有的顏色 會比這樣 沒有什麼藍柑橘的感覺 沒有 好酥喔 不要比較酥脆 裡面很軟 它烤青魚感覺也滿大片的 對啊 很好耶 鼻也是很酥脆 再來吃我這個非常好奇的鮪魚 鮪魚 閃燒酥 這蠻好吃的耶 它上面的鮪魚啊 隧道 讓你感覺入口即化 再來呢 你會吃到紫蘇葉的香氣 最後是這個素飯的酸味 它很適合當前菜 而且份量少少的 還不錯 再來吃生魚片 我覺得它切的真的好厚 哇 它鮭魚生魚片 又肥又嫩又厚 吃起來只有酸而已 鮪魚生魚片 鮪魚生魚片 也因為切得很厚 吃起來那個滿足度是有的 難怪我看到很多人 第一輪都直接衝生魚片去 用嘴巴撥下的技能要來了嗎 出意料我撥得很漂亮 撥得很完整 它烤架的口感很彈牙 但稍稍有一點偏油 可是是好吃的 我們第一輪也結束了 大家想快要結束第二輪的時候 我要趕快去拿到第二輪 下一輪拿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回來吃吃看 分別是水果天池西麵 還有蜜瓜蜥味卷 感覺應該是有 蜜瓜蜜菜 這裡面還有小黃瓜 還有花生粉 到底會是什麼味道呢 稍後期 另外還有青紫酥爐 烏會醋 跟右上角的鐵棒茶碗蒸 另外還有土瓶蒸 土瓶蒸比較多人拿 可是我擔心土瓶蒸 它湯湯水水比較多 比較容易喝了就飽 我先來吃這個水果天池西麵 它的這個醬汁其實滿多 腺下的部分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這個水果醬的部分 天天鹹天天天鹹鹹鹹的感覺 無時無刻都在打架好像怪怪的 吃不習慣 這裡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 這邊會有現切生魚片的表演 他說今天是切紅乾 吃了這麼多吃到飽了 還沒有看過 蟹蟹蟹蟹蟹切好 你看很少見 很少見 這個味道也很充滯 咖啡瓜是甜的 但它醬料是辣的 甜甜辣辣的 它搭起來也會變成這樣 甜辣醬包著這些生菜的味道 吃這個茶碗蒸 這茶碗蒸很有水準 裡面吃得到海鮮的鮮味 小小預備 不會覺得太多太薄這樣 最後來喝這個青子酥 爐蟹醋 我發現這裡有蠻多道料的 都會加紫蘇下去 這個紫蘇味蠻濃的 喝起來酸酸甜甜的 我覺得蠻解膩的 其實還吃得到鹽蟹蟹肉 我喝到最後真的蠻酸的 如果你很怕酸的話 可能要考慮一下 那這樣子第二輪也結束了 來看看第三輪要吃什麼吧 阿翔拿了紅乾回來了 第一次吃到師傅現場開完魚 然後現場切好 然後直接吃了生意片 手法超精湛的 嚇到了 這個顏色真的很美喔 而且很厚 它切得好厚 它切得很厚 而且很漂亮欸 好好吃欸 原來現接下來的魚乾 這麼好吃啊 我覺得它魚肉好像 特別Q彈 然後這裡那個香 如果大家來現場剛好有 沙魚秀的話 可以來去看一下 好吃的 這一輪呢 我拿了鮭魚炒飯 炒烏龍 還有瑞士冷麵 以及鮭魚壽司 就是一個包包包組 手捲的話它有七八樣 我拿的是 鮭魚卵手捲 還有納豆手捲 但我沒有勇氣點下去 如果愛吃納豆 我沒有可以試試看 鮭魚卵它給到 非常多到狂暴欸 它鮭魚卵多到 我根本沒有在吃手捲粉 都在吃鮭魚卵 下面就是飯了 它的鮭魚卵真的是多到不行 最後反而會覺得 飯有種不夠配的感覺 再來吃吃看炒烏龍 哇 它炒烏龍很好吃欸 厲害的日式料理餐廳 會有一個炒烏龍水準 它炒烏龍頭髮很精彈 然後又很酷欸 再來吃這個日式冷麵 它旁邊有醬汁都可以自己加 還有海苔吃 你想加多少就加多少 它醬汁滿鹹的喔 所以大家可以佐亮加 我覺得它冷麵吃起來 就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口感和味道 來了 我拿到了這個 這是你拿過的冷麵嗎 這是我前面拿過的冷菜 涼拌石酥 這是煮水排骨湯 它那個土瓶蒸 筆木尼炙燒壽司 它的炙燒壽司 大概兩三款 來來吃吃看這個 很好吃 可是它不像我們 有時候吃底部的智商壽司 會化開 它是QQ的 有嚼勁QQ的這樣 真的很好吃欸 這很好喝耶 超常在裝一碗 我發現阿翔是一個很能喝湯的人 它飲料也是一杯又一杯又一杯 超常的飲料已經都混了幾種類型了 好像當你在稱讚喔 很厲害耶 這不是靜止畫面 阿翔是貓舌頭 很像很一湯的感覺 讚 我已經慢慢的感覺 有點飽足感起來了 但我還是有甜點的味 大家放心 我剛好吃到飽透吃 會幫大家飯量 再稍微減少一點 沒有 它這個足量 而且甚至我覺得還有比較大顆 就是看這個鮭魚炒飯 鮭魚炒飯也炒得很有水準 我發現它這裡的廚師 熱的又還蠻好吃的 而且它鮭魚炒飯炒的會油膩又粒粒分明 鮭魚的香氣在你焦煤 炒飯的時候會一直散發開 而且它又不會太鹹 鹹度大概說在六七分而已 我的第三輪也結束啦 現在的時間呢 來到了1點20分 用餐的時間是到2點 還有40分鐘 甜點可以慢慢慢慢的吃沒有問題 那這裡的甜點選擇的非常的多樣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至少三分之一的胃來吃甜點 首先是這個原味千層蛋糕 還有這個焦糖霧雷 自製的手工地瓜圓 還有芋圓配上紅豆湯 它芋圓蠻好吃的 芋圓的香氣很濃 而且感覺裡面還吃得到一點點芋圓塊 小小的 是屬於粉中帶Q的 但我自己本身更愛的是吃起來超級Q的 紅豆湯熱熱的好好喝喔 等一下最後一碗 沒了 可以裝碗喔 對啊沒了 我剛剛想給你誇張耶 嗯 我以為你去拿甜點了 你又拿生意片吃 先吃點生意片 再吃甜點 你感覺不是一個介紹我拿 你是真的想吃的樣子耶 我拿的是這個軟絲 我剛剛說它做花枝我錯了 它是軟絲 有石條跟紅甘魚 因為我的時候現在幾分到 七分吧 我今天就只吃這餐 我是這樣想 你看這個千層蛋糕啊 它裡面的鮮奶油 其實灌的蠻厚的 它每一層都好厚喔 所以它是那種 鮮奶油爆濃的類型喔 它每一層的餅皮啊 吃起來會比較厚一點 比較Q一點點 如果你是喜歡重奶味的人 這個就很適合 我覺得這個千層蛋糕 比較排斥一點 不是那種日式甜點的感覺 來吃這個焦糖布雷 最常常的焦糖很脆 它是那種苦甜苦甜的感覺 焦糖布雷結束 阿翔的甜點拿什麼呢 蜂巢蛋糕 酒釀布丁 竹炭黑芝麻 哇好黑 芝麻好香喔 這蛋糕其實蠻搭的耶 它會很甜嗎 不會 三四分 這很好吃的 它這中間的千層有的是 不會很甜膩 它吃起來好像 花桂加布丁 口感很特別 風裡會老 我覺得這很好吃 酒釀布丁 它酒釀布丁麵包啦 沒什麼酒味 吃起來但是 是不是有點甜有點鹹的 花式麵包軟軟的那種嗎 最後一個來吃冰淇淋 焦糖海鹽珍珠 大家可以看到珍珠在這邊 蠻大一球的 這裡的冰淇淋比較特別 它是你跟它點它幫你裝的 然後就在飲料區那邊 它有三種口味的選擇 冰淇淋很好吃耶 它冰淇淋焦糖味跟海鹽味 大概是6比4 那個海鹽鹹味很膩的時候 它就補上來這樣 它珍珠吃起來就比較接近 軟糖的口感 跟一般的珍珠不太一樣 不過它珍珠有點甜耶 我覺得純粹冰淇淋好吃 那個海鹽的味道好 好喜歡喔 好啦 那我就慢慢享用我的冰淇淋 你要世界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心得吧 好的 吃完出來啦 吃兩個半小時 我覺得時間算是非常充裕的 那今天吃下來呢 我覺得有幾樣比較印象深刻的跟大家分享 它的生魚片種類蠻多的 尤其是鮭魚跟鮪魚 特別好吃 而且它又切得很厚 還有那個現沙的紅乾 也很好吃 而且生魚片區其實也不會太排隊 就算有排隊也是三分鐘左右 你就可以拿到了 那再來呢 這裡的烤物跟炸物也特別的多 它的雞翅很好吃 很入味 還有烤節瓜也很好吃 那炸物的部分 一定要吃它的炸排老蝦 我看阿翔那個大吃吃得很開心的樣子 爽耶 最後可以吃它的甜點 是有在東上的水準 但是如果你是期待那種 非常道地日式甜點的話 我覺得這裡比較偏台式一些 對對對 它比較沒有那麼日式的感覺 上次吃拿糕米 我覺得它的甜點 真的是非常非常日式 這兩間最大的差別 那糕米它吃起來普遍比較清淡一些 新葉這邊呢 普遍吃起來菜色都比較重口味一點 那我自己呢 是比較偏重口味一些 所以我覺得今天吃下來 大部分的菜色我都覺得蠻喜歡的 那阿翔呢 你今天吃下來有沒有什麼心得 這炸物大物很值得拿 剩一片超級好吃 甜點很好推那個火候那種 如果你是想要吃到一些比較高級一點的 土地啊 生蠔啊 或龍蝦等等的 這裡就不會吃到 如果你是愛吃炒物大物或鮮魚片的話 來這邊是很值得的 兩間吃起來的感覺也真的是蠻不一樣的 好的 那麼以上就今天要分享給大家的 新葉吃到飽的心得啊 也歡迎大家下一次呢 想要看我挑戰什麼樣的吃到飽的話 也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不上留言 還有沒有訂閱我頻道 幫我訂閱一下喔 目前再挑戰就三次更新影片 打算想到那些比較新鮮東西啊 那如果想追蹤的更多動態呢 也歡迎大家訂閱按讚 下次再見囉 下次再見囉 掰掰 剛剛在吃飯的時候啊 就有一個媽媽的小粉絲 來跟我聊天 他就很認真地看著我的眼睛跟我說 他覺得本人比較漂亮 然後他說本人的臉是巴掌臉 謝謝這位媽媽的小粉絲 未來大家請叫小巴皮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我開心一天就好 謝謝大家